记者黄良杰高雄报道 蔡信男子带着满袋改造枪弹土制炸弹 搭坐刘信友人的自小客车 因车子违规并排 被新兴警方巡逻发现盘查 意外破获一批枪毒 包括两颗土制炸弹 一只改造枪弹成品 四颗子弹以及四小包毒品 新兴分局今天表示 蔡信男22岁和刘信友人26岁 都是警方列馆的毒品人口 19日深夜中正三所远警巡逻时 经复兴一路附近 发现一辆白色自小客车并排围停 警方上前盘查 有枪炮 组织犯罪前科的蔡贤和驾驶流南 神情慌张的走炸车 并向远景便撑在路旁等人 警方查证二人身份后越决可疑 眼前的巡左林因新发现 蔡贤的裤带有不明突起物 疑似藏放有违禁品 集合令交出口袋内物品 蔡男掏出二级毒品 安非他命两包 三级毒品 K他命两包及K烟一只 驾驶流南同意警方提出搜索要求 果然在自小客车内查扣五十刀一把 蔡男随身携带的黑色袋子内 更被查获藏有两颗土质炸弹 改造子弹四颗 以及一把改造手枪弹成品 令警方傻眼并高度紧张 蔡男坦承枪毒都是他持有 蔡男扶手认罪并配合警方 同意带警方到住处搜索 果然在他的住处内查扣改造工具 一批级武士刀一把 刘南则否认知情 称不知蔡男攜带这么多的枪毒 警方同时采集刘南 妙艺送艳 蔡贤公称因社会险恶 施席刀蟹在身旁防身 加上他邪爱收藏枪械 曾向露天拍卖网站购买模型枪 并搜寻网路上的枪支 改造影片自学 否认贩卖枪毒 警方将蔡贤一送法办 经扩大追查枪毒来源 烧一份毒品就多一份健康 自由时报提醒您远离毒品